尽管中美两国各自情况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 在公开记者会上 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做世界和平的推进器 近期美方国安外交高层速度仿中 原本崩到极致的美中关系是否出现荣兵讯号 拜登在退选之后 他其实不想要美中之间在新任美国总统就任之前 有任何一个一些美中比较动荡不安 因为第一个是对贺锦丽的选情会不利 从苏立文在会中强调 贺锦丽的对中政策将与拜登一致 不难看出美方想在大选前做好风险管控的心思 另一方面习近平面临中国内部斗争 经济萧条等等压力 也希望先降低美中双边冲突的可能性 白宫新主降落谁家举事关注 站在中方立场过去川普在2020年 在经贸制裁等手段上对中打压严厉 这回赌注恐怕是压在贺锦丽这一方 当前美中贸易战仍没有停歇 面对美方过去在其他盟友间营造出的孤立气氛 习近平也不是没有动作 我印象很深刻 从年初以来的这个荷兰 然后到四月半的德国 法国某种程度就是为了要能够预防后拜登时代 今年七月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率团仿中 从习近平影响经营与意大利的关系 就可看出想靠外交手腕辟谣 两国未来动向更牵动全球局势 三零新闻林书信林嘉倩台北报道